大家好,这周最重要的宏观上的消息肯定是美联储3月份的会议,维持现在5.5%的急诊利率不变。 同时,他们仍然预期在今年会有三次降息,导致三大指数都有不错的上涨。 有些人可能不了解,奇怪在连续两个月通胀的数字似乎都高于预期之后, 美联储自己对今年GDP的增长预估,也从之前增长1.4%,提高到现在增长2.1%。 核心PCE的预期从之前的2.4%上升到现在的2.6%。 如果真的像之前讲的美联储是一切靠数据的话,那他们为什么仍然坚持在今年有三次减息, 在年底把急诊利率仍然会下降到4.6%呢? 其实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,那就是美联储仍然是靠数据来说话,做决策的, 只是他们现在的判断是这两个月的通胀数字其实质量很低,应该只能算是噪音。 就像我们在上周的直播里面跟会员沟通的一样, 现在的核心的PCE,它的上涨当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于房租。 而这个房租的数字有很大的质量问题,除了长时间的滞后之外, 更大的问题是房主自己的这部分住的房子也要估算房租。 这部分数字既不真实存在,再加上问卷的质量问题,还有BLS算法的问题, 导致在现代市场的房租已经有超过一年,几乎零增长的情况下, 官方的数据居然仍然高高在上,在5%以上,使通胀水平明显虚高。 更加离谱的是,鲍威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,自己也承认, 这部分数据有信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纠正, 但是问题是没有人知道纠正具体的时间会在哪个月。 而我们如果把房租的数字改成用真正的、正确的、市场实际发生的房租的这样来计算的话, 过去几个月,美国的通胀实际数字已经低于2%,美联储的这个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。 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认知,美联储一方面被迫因为房租的数据问题,提高了今年通胀的预期。 另一方面,他们其实又不担心这两个月所谓的通胀超出预期的这种说法, 也就仍然坚持今年要减息三次原来的方案。 之前还有人担心,最近的通胀会导致美联储不仅不会减息,反而会加息,这当然不会发生。 不管是在几周前的国会听证,还是这次的记者会上,鲍威尔都非常坚持一点。 那就是,如果经济和预期的一样,逐渐会变冷,他们当然会减息。 但如果经济或是其他的一些指标一段时间后仍然过热,那他们会把现代的高利率维持更长的一段时间。 也就是说,加息在现代这么高的利率情况下,根本就不是选项之一,实在没有必要自己吓自己。 相反,我相信现在离减息的距离其实并不远。 鲍威尔自己说,减息的条件除了官方的通胀数字接近2%之外,还有就是失业率意外的,意想不到的上升超过了预期。 而这个失业率,美联储今年的预期是4.0%,实际上上个月的实际数字已经从3.7%上升到了3.9%,非常接近4.0%了。 总之,通胀的官方数字由于租金的数据问题,现在变得其实没有人可以预测。 但即便这部分数据一直在后面一段时间无法得到根本解决,长期执行高利率对经济,包括劳动力市场,失业率的影响也会出现,而这个门槛其实看起来并不高。 好,谢谢大家,会员有问题请留言,我会尽量解答。谢谢,再见。